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中超联赛将迎来职业联赛第20个年头 这个重要的节点 中超将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5月足协杯重燃战火 中超 中甲 中乙 以及业余球队将再次形成混战之势 彭大能否在三线作战的情况下再次未免 足夕杯之王北京国安能否重新问鼎 一切都将由此开始 6月中旬 四年一届的联合会杯将为2014年的世界杯展开预演 东道主巴西和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将有机会上演巅峰对决 同样是火热的6月 20岁以下男族世界杯将在土耳其上演 中国队在此缺席本届世青赛 下一个梅西或塞罗有可能在这里诞生 前身为东亚四强赛的东亚杯成了中国男女族在今年的重要赛事之一 两支球队将在韩国为争夺东亚的霸主而奋力拼争 四年一届的全运会足球赛将在盛夏开始 各省的运动健儿们将在沈阳争夺属于足球的金牌 而这也是一次检视中国足球后备力量的重要比赛 10月今秋 阿天球将迎来17岁以下男族世界杯 这里是各国年轻小球员展示自己的舞台 也是他们得以走向成功之路的最佳捷径 但是这项比赛同样缺少中国队的身影 年底世界足球将迎来收官之战 各大洲的冠军球队将仪师摩洛哥为世界俱乐部杯展开最终的较量 广州恒大能否代表亚洲最终出现在试剧杯的赛场上 届时将减分晓 愿2013年足球更美好 朋友们新年好 2013年的足球依旧很忙 我们当然也会继续跟着中国足球忙碌 也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您在2013年把更多的关注也分给我们中国足球 其实在进入到2013年之后 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很多的俱乐部已经提前开始做准备了 比如说卫冕冠军广州恒大 在引进了几名国内的球员之后 他们又引进了一个重量级的外援 那就是来自巴西的阿尔克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位球员速度很快 那么也曾经入选过巴西国家队 现在的广州恒大队不仅仅是拥有很多超级的外援 同时已经拥有了11名国角 他们的这样的这种人员储备 是和上个赛季相比有了更大的提升 还是说会有新赛季的一些小小的麻烦 我们很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可以在微博上 也可以通用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阿尔克森来到恒大之后 各方面的反应 巴西最大的媒体《环球报》特别报道 埃尔克森以750万美元的身价 转投到06年世界杯冠军教头李皮麒相 兰斯体育宝在报道中盛赞了埃尔克森的体能 速度和射门准度 并强调他曾在2011年被巴西国家队征召过 李约热内卢日报强调 本赛季最后一场巴甲联赛之前 埃尔克森就已经被卖给了广州恒大 所以在与弗兰蒙哥的比赛当中 他并没有上场 对于埃尔克森加盟中国的广州恒大 巴西球迷热意不断 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季的比赛季 是一场比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季的比赛季 出生于巴西西部内陆的埃尔克森加境贫寒 发现了除了埃尔克森还有其他应该是七名球员也同时事发 但是其他七名球员因为这个污点吧 都被维多利亚扫地出门 但是只有埃尔克森被留了下来 证明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自2009年进入一线队之后 埃尔克森很快就在维多利亚队获得了主力位置 2011年转投伯塔福克迅速体现出了全面的能力 他速度快 过人和突破很犀利 然后呢他身体比较强壮 因为他还有远舍功夫相当出色 另外他也能做球 他应该是更适合打这个突前前卫 2011年吧 在八甲联赛中啊 打入八例进球 然后有十个这个十四助攻 是当年的八甲助攻榜上的第二 在不打布格队 埃尔克森擅长的位置是前腰和右边前卫 在安排双前锋的阵型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担当前锋之一 这样他就可以发挥出船射 包括投球的综合能力 他能船能射 投球的功夫也还可以 他可以能给球队带来这方面的帮助吧 对于广州恒大来说 引进埃尔克森可以提升右侧的进攻速度 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他也许会和穆里奇形成左右两边的突击手 两侧的进攻速度都有威胁的广州恒大 在亚洲赛场会有更好的前景 想想当年空卡来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冲击 后来又在球场上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 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 埃尔克森同样能够给我们的中超 甚至能够给亚洲足球带来很多难忘的回忆 那么实际上 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送别八星大连 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在顶级联赛里边送别了大连万达 12年之后 我们又要同大连士德说再见了 一个在中国的顶级联赛里 争战了19年的队伍 这次是彻底要淡出我们的视野了 我想此刻呢 不管你是支持他 喜爱他 还是说你以前会把他视为是一支对手的球队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回忆 我们的记得在大连 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平静的和这支球队 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2013年 大连士德足球俱乐部就将成为历史 但是无论是大连万达 还是大连士德创造的奖杯 却依旧在我身后的荣誉室内静静的摆放着 这座荣誉室是在2000年时 同当时时德基地一同修建并投入使用的 在这里保存了大连足球 从万达时代到时德时代的众多奖杯与美好回忆 这里也被称之为大连足球城的骄傲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联赛没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石德队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呢 你在潜意之中你还想了一下 石德队能不能存在 后来时间一年才告诉你 石德队肯定不存在了 已经没有了 从去年年初 大连足球迎来了首场隔壁 到去年年底 石德这个名字永远的消逝 一年之间的反差变得太过强烈 元旦后呢 可能部分员工呢 就陆日区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我曾经和民主长说 我说是不是咱们应该吃顿饭呢 尽管就是将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这个岗位 但是离不开足球 原石德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也会在新年之后都陆续的前往阿尔滨集团报到 从事和管理有关的工作 而去年年底之前 除转会的球员以外 包括梯队队员在内的所有球员 也都签署了新的工作合同 还有这些年轻队员 比如说杨博宇 李学鹏 还有赵宏略 他们都去了阿尔滨 已经成为阿尔滨的人了 还有一些队员 像吕鹏 张冲 这些去年的当打球员 他们应该下家也应该没有问题 多年来 一直活跃在大连石德球场看台上的 蓝色激浪球迷会的成员们 仍然在等待 只有大连足球被继续传承下去 他们才会返回球场 他们的会长左边经营起了一家 叫做蓝色激浪的球迷酒吧 在这座酒吧里 您能够发现很多和石德有关的纪念品 这也是很多像他一样喜欢石德的球迷的聚集地 如果没有能够去呐喊的主场 这里就将是他们的全部 我要想和大连球迷要说的是 我的石德虽然结束了 大连足球没有结束 从万达到石德 到阿尔滨 到未来 你们在为大连足球再呐喊 所以我期待他们在明年的赛场上 他们仍然在活摇在他们搜索看台上 原石德基地的工作人员们 也都收到了继续留在这里工作的邀请 春节过后 这座基地将迎来他的新主人 在未来的几年中 大连阿尔滨队的一线队和预备队 将在这里代表大连足球继续征战 都说瑞雪赵丰年 几场雪下来之后 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里的草坪在开春之后会显得非常的好 在过去的13年当中 这座训练基地一直服务于大连石德足球队 不过在2013年到来之后 他们将会迎来新的主人 但是在这里 对于大连足球的传承 以至于对于大连足球队的服务 将会是一成不变的 洛宏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虎化 以我对大连足球 对大连足球传统的了解 我知道即便这支球队告别了我们 大连足球的传统也依然会延续下去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球队身上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 承载了很多人太多的情感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请所有关心过这支球队的朋友 耐心的去寻找 看一看是否有你记忆里 印象最为深刻的画面 我们用这样的一段时间 去告别八星大连 同时也希望未来的大连足球 能够走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05年10月23号 中朝联赛第24轮 大连时德与武汉黄鹤楼比赛的赛前 所有大连人都在等待着第八个冠军的到来 距离上一次大连夺冠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 间隔两年之后再重新夺冠 时间回到1994年 3月8号 万达集团入主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成立 联赛开始阶段 一直都是由上海申花把持着榜首的位置 而大连万达队在接近半成时开始崛起 当年最强劲的对手 广州太阳神一直紧追不放 最终大连万达集31分 提前一轮夺冠 张鸿根也成为了第一届甲A联赛的最佳教练 1994年 大连夺冠 申花第三 1995年 甲A冠军被上海申花获得 大连第三 甲A也逐渐形成了联赴争霸的格局 在王健林的力挺下 旅日十年的大连人驰上宾回国 中途接替盖曾军成为了 大连万达的第三任主阁练 1996年 甲A联赛第21轮比赛 大连客场迎战上海申花 申花只有获胜才能将夺冠悬念保持到最后 最终万达在客场0比0艰难的逼平对手 提前一轮夺冠 这一次的夺冠 也开启了大连万达的第一次三连冠 1997年 甲A联赛第18轮比赛 大连万达主场2比0战胜广州太阳神 积分达到45分 第二名上海申花积分仅为30分 剩下的四轮比赛已经不可能追上万达 大连万达提前五轮实现了夺冠的目标 1998年 甲A联赛第22轮 万达客场3比2击败山东鲁能 积54分 上海申花紧急41分 大连提前四轮夺冠 徐根宝也成为了唯一一个率领两支球队 获得过顶级联赛冠军的教练 1999年 更名大连万达石德队 内部的动荡让球队在联赛中一度有了降级的危险 球队不得不将刘洋的孙继海 紧急搬回了救驾 当年仅获得第9名 2000年 大连石德队沉寂后重新崛起 当时还是联户争霸的格局 申花虽然积分上紧咬住大连 但是始终无法超越 2000年9月24号 加一联赛第25轮 大连万达积53分 上海积49分 大连提前夺冠 这也是前男教练科萨诺维奇 霸业的开始 2001年 由于没有降级 夺冠成为唯一的看点 石德队第15轮以后就一直占据榜首 12月6号加一联赛第24轮的比赛 大连石德在客场1比1 赞同了云南红塔队 积分达到52分 第二次被赞成功 同年 大连石德队还获得了足鞋杯的冠军 第一次拿到了双冠王 2002年的争冠战 紧张激烈 这在石德队争冠的历史上 还是头一次 后半场的比赛中 大连队虽然也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深圳和北京 也曾占据过榜首的位置 直到第28轮 大连队多赛一场 即54分 11月24号 大连石德队2比1战胜北京古安队 提前一轮成为本赛季的贾A联赛冠军 这也是大连队史上的第二次三连冠 10月23号 杨可维基和赵旭日的两立进球 让石德队在主场提前两轮获得了2005赛季的中超冠军 这也是进入到中超联赛以来 大连队第一次触摸冠军的奖杯 大连方面甚至这次夺冠 看作大连足球再次崛起的新起点 这一年大连石德队在足鞋杯决赛中战胜了山东鲁龙队 获得足鞋杯冠军 也成就了大连队史上第二次双冠王 但在此之后 大连石德队再也没有获得过这一冠军头衔 1997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大连曼达队在客场2比4输给了被罚下一人的上海生花 结束了55场不败 1995赛季第11轮至1997赛季第21轮 大连曼达队35胜20平创作了连赛连续55场不败的记录 这55场比赛中不少是以1比0拿下的 持上边稳健的风格让王健林不能满足 高举抢逼为大协的徐根宝更怼王健林的胃口 最终王健林克服各方阻力 请来徐根宝出任大连曼达的主角链 但是却为后来的退出埋下伏笔 1998年 为了打亚聚杯 徐根宝从上海生花中建了吴成英和孙继海 组成了球队的两个边路 在香港政府大球场 大连曼达最终倒在了点球点上 5比6输给了韩国普香制铁俱乐部 这也是1994年之后 中国的俱乐部在亚洲顶级赛场上最好的成绩 这一次的失利也让王健林耿耿于怀 1998年9月27号 组细杯半决赛 各场面对辽宁天润 在点球决战中万达告复 王健林及随行人员冲向裁判 指责判罚不公 随后王健林正式宣布 万达将退出中国足坛 这个导火索 再加上我们对中国足球 发展的前途 失去信心 就是于这个原因 我们才做出决定 就是暂时的退出足坛 不搞足球 1999年2月1号 大连万达集团与大连石德集团 联合组建了大连万达石德足球俱乐部 2000年1月9号 石德集团以1.2亿人民币 全资收购大连万达石德足球俱乐部 大连石德足球俱乐部成立 万达时代至此终结 从1994年到1999年 大连万达队在这6年里 取得了4次联赛冠军 和一次超把杯冠军 王健林接受大连足球的时候 队中已经有了徐红 李明 魏一民 小王涛 寒门海等一批优秀的球员 1997年 大连万达高薪引进了郝海东 同时培养出了陈东 王鹏 朱广辉等一批年轻球员 又将大连青年队 1981年龄段的张耀坤 严松 王胜 胡兆军等年轻球员 收购到了俱乐部中 万达退出之前 又将铁路易藤俱乐部 1985年龄段的球员冯霄亭 赵徐日 全磊 董方卓等人 集体买断 为球队未来的十年 做好了人员的储备 进入到新世纪 王健林所做的储备 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2001年 大连世德迎来了 职业联赛以来的第二个高潮 连续取得了 甲A联赛冠军 足鞋杯冠军 科萨诺维奇也以大连队为班底 夺得了全运会的冠军 成就了职业联赛史上 第一个大门冠 这些年轻球员 支撑大连 实得征战13个赛季的 顶级联赛 获得四次联赛冠军 两次足戒杯冠军 两次超把杯冠军 以起来联赛冠军的身份 大连万达队参加了 97至98赛季的 亚洲俱乐部冠军杯赛 决赛中120分钟 0比0战平韩国普香制点队 点球5比6高负 区区亚军 1998年参加 98至99赛季 亚洲俱乐部冠军杯赛 这一次大连万达队 又是以东亚区 第二名的身份 进入到总决赛 半决赛3比4 赋于伊朗的埃斯克特拉队 34名再以2比3 赋于阿联酋的爱因队 2001赛季 未能从东亚区出现 2003赛季 以东亚区 B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 进入到半决赛 半决赛再次遇到 阿联酋的阿尔埃因 结果大连士德 以总比分6比7失利 未能进入决赛 2004年亚区杯 改为亚洲冠军联赛 大连士德队 以5升1负的战绩 进入到了8强淘汰赛 遭遇沙特的伊利哈德队 主客场两回合 以1比2倍淘汰 直步8强 2006赛季 亚冠联赛小组赛 大连士德队一分之差 落后于韩国的全美线带 小组未能出现 而同年A3联赛 一场未胜 排名垫底 自此 大连士德 再也没有出现在 亚洲的赛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年的职业联赛 大连队经典的进球令人难忘 1994年 贾A元年 在第一轮客场对阵 吉林三星的比赛第12分中 为一名为大连万达队 打进了职业联赛的第一球 1994年 贾A联赛最后一轮 大连万达队 孙明辉 独进两球 特别是开场18分钟 打进了这个头球 为万达队 打开了胜利之门 最终帮助大连万达 首捧 顶级职业联赛的 冠军奖杯 1997年 贾A联赛第14轮 面对天津三星队 郝海东发挥出自己速度和技术的特别 打进了这样一技标志性的进球 在加盟大连万达的当年 就获得了贾A联赛的最佳射手 也开启了郝海东本人 和万达队在职业联赛当中的辉煌历程 1997年 贾A联赛第21轮 面对八一队 王涛在76分钟 打进了这样一技精彩进球 那个赛季 大连万达队提前五轮夺冠 位居射手榜第二位的王涛表现出色 贡献卓著助 他和郝海东 形成了最令人声味的万达风险 1998年 贾A联赛第10轮 面对前卫环岛队 大连万达的攻勋球员李明 通过脚球直接得分 让人印象深刻 那个赛季李明获得了 他和万达队的第四个甲矮冠军 最终李明成为唯一的八冠球员 国内战绩突出的大连万达队 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俱乐部 在外战的旗帜 1998年亚聚为东亚四奖赛 短期租借到大连万达的吴承英 在面对韩国的普香制铁队时 打进了这样一技精彩的溜射 最终帮助大连万达 战胜强大的韩国对手 2000年甲A联赛 大连时得时隔一年重获联赛冠军 这得异于大连新生代的崛起 第二十三轮在主场面对云南红塔时 王鹏打进了这样一技势大力尘的远射 宣告了大连队新阵容的强大战斗力 那个年代大连时得能够长生不衰 与他们引进外援的主导眼光 关系密切 2000年甲A联赛第二十四轮 左后卫安迪尔森 打进了这样一技精彩的凌空射门 安迪尔森在大连效力六年 四次帮助大连时得 获得中国顶级联赛的冠军 2002年甲A联赛第二十九轮 面对争冠对手北京国安队 时得外援 杨科维奇 一技精彩的远射进球 帮助大连时得锁定胜局 最终帮助大连时得提前一轮夺冠 这也是大连第二次三连冠 2003年 在日本举行的东亚A3联赛中 大连时得代表中国球队出战 在和韩国联赛冠军 承南一鹤的比赛中 郝海东在三名韩国防守球员的 包家中射门得分 最终三比二战胜对手 郝海东在这场比赛当中 上演了帽子戏法 2007年 中超联赛第十二轮 面对山东努能队 朝旭日打进了这样一技 小小度的任意球 这样的精彩进球 展示了大连队人员储备和球队敌运 2012年中超联赛第二十九轮 和河南兼业的保级生死战 全场拼征激烈 下半场 严相床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 帮助大连时得队提前一轮保级 最终 大连时得以顶级联赛球队身份 告别了顶级联赛 是的 接下来将要推出的是足球之夜 推出的亚洲足球的2012年十大新闻 在2012年的奥运会上 我看了两场现场的比赛 分别是男足的决赛和女足的决赛 看到了日本队布丁美国队 但是仍然为亚洲足球 这种崛起 整体的崛起感到高兴 当然日韩没有能够杀进 最后奥运会男足比赛的决赛 也会让我们感到一点点的遗憾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为中国足球感到一种如座针毡 毕竟我们身边的对手进步得很快 中国足球不能只看到自己的进步 而应该把自己纳入到亚洲足球发展的大背景当中 10. 三浦之梁 足坛长青树 去年5月 46岁的三浦之梁 在日本G2联赛打进一球 将自己的日本职业联赛进球数 刷新到155个 46岁的三浦之梁 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日本职业联赛 最年长进球纪录 小三浦之梁 7个月的中山牙史 在去年12月11号宣布退役 打电话给三浦之梁 三浦之梁哭了 他说 没有中山牙史这个家伙 我也不会踢到现在 9. 大阪钢八 首次降级 去年12月1号 曾夺过08年亚冠冠军的大阪钢八 这连赛排队第17 降入G2连赛 是该队自1993年职业化后首次降级 大阪钢八 34场打尽67球 是火力最强的球队 不过丢掉65球 是失球最多的球队 带着两个竞手球降级 大阪钢八 05年首获这连赛冠军 08年豪夺亚冠冠军 在过去的11个赛季 大阪钢八 八次连赛排名前三 8. 相传真思 1700万英镑 转会曼联 去年6月5号 曼联官网宣布 23岁的日本球员相传真思 转会曼联 转会费大约在1700万英镑 2010年 21岁的相传真思 以35万欧元的身价 从大阪樱花转会到多特蒙德 随后被德甲官网 评为半成最佳球员 相传真思 在多特蒙德效力两年 共出场69次 打入28球 还有15次助攻 是球队蝉联得甲冠军的重要功臣 7. 日本获得亚足联9项年度大奖 去年11月29号 亚足联2012年年度大奖颁发 在20项大奖中 日本获得9项 亚洲足球小姐被日本的攻坚铃获得 日本还获得最佳女足国家队 最佳武人制足球队 最佳男女主裁 最佳女教练 最佳武林制球员 最佳女青球员 最佳海外球员 亚洲足球先生归属于韩国球星里根浩 获得三个奖项提名的中国 无疑获奖 6. 澳大利亚改变亚洲足球格局 去年12月9号 澳大利亚获得了今年7月份 在韩国举办的东亚锦标赛正赛资格 2005年 澳大利亚的托大入亚要求 得到了国际足联的批准 澳大利亚成为了亚足联的第46个成员 澳大利亚在随后亚洲区十项赛中 以六胜两平的不败战绩 直接晋级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圈 首次参加东亚锦标赛 澳大利亚将进一步改变亚洲足球的格局 5. 卫山现代 亚冠联赛首度问鼎 去年11月10号 2012亚冠联赛决赛 韩国卫山现代队坐镇主场 3比0轻取沙特阿尔阿和利队 夺得该队历史上的首座亚冠冠军 这也是韩国球队第四次在亚冠联赛里问鼎 在过去的四年里 韩国球队连续四次打入亚冠联赛决赛 俯相质铁 城南一合 分别在2009、2010成功登顶 全北现代 2011赛季 则败于卡塔尔的阿尔萨德 4、劳尔皮耶罗 世界球星亚洲淘金 去年5月 西班牙金童劳尔转会卡塔尔阿尔萨德 年薪在400万欧元左右 去年9月 意大利斑马王子皮耶罗 加盟奥超悉尼FC足球队 年薪160万欧元 2012年初 克雷斯波、卡纳瓦罗、皮雷等六位巨星 加盟印度超级连赛 再加上阿内尔卡、德罗巴等加盟中超 在过去的2012年 世界球星 亚洲淘金 3、韩国球员自杀谢罪 2011年底 韩国足球联赛 失重刑处罚涉赌球员 47名涉案球员 被剥夺职业球员资格 最严重的终身禁赛 从2011年曾效力于全北现代的 韩国球员郑宗关自杀身亡 到2012年8月16号 前韩国K联赛球员张玄奎猝死家中 已经有5名K联赛球员和1名足球教练 相继死亡 其中4人与2011年的涉赌案有关 4人选择自杀谢罪 2、哈曼终身退出足球界 去年12月18号 哈曼选布辞去国际足联执行委员 和亚洲联主席的职务终身退出足球界 64岁的哈曼从2008年到2011年 担任国际足联执委和亚洲联主席 2011年他被指控试图购买选票 来赢得国际足联主席竞选 会选曝光后 哈曼经过18个月的斗争 最终选择了放弃 国际足联表示会保持对哈曼的判决 禁止他终身从事一切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日韩男足双双进入伦敦奥运四强 创造了亚洲足球的历史 韩国获得铜牌 日本获得第四 此前亚洲男足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是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 日本队获得铜牌 日本女足继2011年世界杯夺冠后 再次进入伦敦奥运会足球决赛 1比2赋予美国获得银牌 1996年中国女足曾经在亚洲兰大奥运会上 获得过银牌 刚才在刷微博看到有些朋友说 是发现自己在节目 是指大连的节目 播出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的眼泪掉了下来 确实是这样 那些陪伴着我们一点一点成长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太在意 但他们真的要离开我们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内心阴影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痛 和很多国家的足球相比 中国足球确实缺乏传统 但是即便是没有传统 或者说我们的传统很短的情况下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仍然不够尊重 其实2013年对中国职业足球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将会是我们的职业联赛的第20年 所以从今天的节目开始 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 曾经假议那是中超 我们一边回顾我们过往的经历 一边想一想我们都经历过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干 我们怎么样面对未来 这期节目我们献给延边 我是延边人 也是少数民族 就是为延边足球 就贡献我的一份力 我们的群民就是从外地赶到我们演技 过来看比赛 这20块钱虽然钱不多 有些人确实是买不了这个票 所以早就准备好自己爬上的看球准备了 心情肯定不是很好受 客场到我们原本来 我当时就0比0的很紧张的时候 我那个人在那个地区外 我是过两个人的路线球迹 30米左右 在大连队的眼里 延边奥冬队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韩国风格 但是他们距离韩国的职业队上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这一场假意联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客场比赛 大连是我们国内是最强人 当时也是四十几路五百吧 然而比赛的进程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场上均衡的局面仅仅僵持了不到七十分钟 在五分钟之内 一面奥冬队就把大连队拿队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在乱军当中高祝勤得球 他把球从徐红的两腿之间输送过去 这一球越过了徐红也越过了张恩华 应该说这一路球完全得益于高仲勋 冷静而又机智的这一团球 我回车接球把他组织也好 打出前中锋也好 所以说我教练就观察好教练意图 老东的机会 球进了 这是十二分四十秒的时候 十三号黄东村 当时我们对京青也跟我距离很近的情况下 也是球就是拿胸部听球 听球也是好好的就突然去点球 快结束的时候 从轻力反对还是反超我们 脚球 脚球反超以后 我们当时是很生气 然后就结束以后就是说这句话的 不后悔 这个是不后悔 当时我们延边队就是勉强维持这个 这个加热这个水平 基本上就是没有大企业 散注我们群的 只能靠这种 所以我们两千年就 从加热调集以后就卖给这个 很多立场 那就基本上以后就没有 再见不到了就加热这种水平了 在我们今年的足球之夜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会推出系列的节目 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和很多的部门合作 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我们二十年的追联赛 当然也离不开电视机前的您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我们看这位网友新浪网友 金榜听名 他就说了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 缘起缘君 挥手再见 王者之事 八心大脸 旧的结束 新的开始 你好 阿尔滨 腾讯网友最纯粹的足球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今天看到新闻 留学巴西的中国精英队 击败了所有对手拿到冠军 桑巴王国为之震惊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进步 加油中国足球 确实 这些孩子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且我们在去年的足球之夜当中呢 曾经报道过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在巴西拿到这样的一个冠军 当然为他们感到高兴 但是呢 也必须看到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还不足以啊 让我们有多么多么兴奋的这种感觉 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在巴西能够继续的进步 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看到 在目前的情况下到国外 走出国门 去巴西 去欧洲 去进行足球的学习 足球的训练 可能是加快成才的一个道路 当然这不是解决中国足球绝对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四晚 再见 大连市东北路小学00届毕业生 东北路小学1998年毕业生 大连东北路小学1919年毕业的学生 大连市东北路小学2005年的毕业生 大连市道140年毕业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